接下來也要請大家給等我一下下 這個問題也很多人想問 同樣跟疫苗有關係 就是所謂的第二類 因為現在BNT定到台灣之後 除了12到17歲的人開始施打之後 現在已經確定了 要接續下來打的是18到22歲的年輕人 但是其實不管是BNT 又或者是先前的AZ或者是莫德納 基本上所有要按照前面順序打下來 第二類都會排在前頭 可問題是第二類到底是誰 大家會提出這麼樣一個質疑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第二類人 已經從原本造冊的9萬人 膨脹到現在是27萬人 裡頭有誰呢 藍營不停的在追不停的在打 結果民進黨立委蔡逸宇 她公布了這樣一個答案 她的說法是 地方政府所提報的第二類 地方政府重要官員 總數達到28794 她特別提出 藍營執政的四縣市人數是最多的 那四個縣市來看到這邊 包括了彰化縣 包括了雲林縣 南投縣還有嘉義市 她說這四個縣市 地方重要官員最多啦 她認為問題就出現在這裡 但是藍營的部分直接反擊了 他們反擊的是什麼 他們說你知道嗎 這些所有的地方重要官員 她真的在防疫上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這一批很多大多數都是零里長 他們就是那一些必須要去了解說哪裡有誰需要來做防疫規範 又或者是誰必須要居家檢疫要幫忙來處理這些事物的人 確實他們風險比較高先打 難道列為第二類不合理嗎 但同一時間他們也要問了 你民進黨的部分呢根本就是選擇性公佈嘛 你現在在講說是藍營縣市的人第二類最多 可問題是你有沒有想過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從9萬膨脹到27萬到底這些人都是誰 好另一個部分呢也來了大家要問的是當時每一個人都在追說這一批人的名單確切的職稱 以及呢他為什麼要列為第二類這一批的資料 為什麼不公佈那個時候在立法院裡頭投票的時候 哎否覺得是民進黨的委員呢大謙哥你怎麼看 的確啊就是說我們從民進黨立委這種公然護航的愚蠢行為 其實也可以反映出來他們的非常奇怪的一種邏輯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蔡易偉的說法 他說這個地方的縣市 這個防疫官員大概有將近3萬位吧 28000多位 可是不要忘了就如同剛才彥宇講的 現在整個第二類已經膨脹到27萬人 就算地方官員有3萬人 甚至就三倍好就是9萬人也可以 那剩下那18萬人到底是誰呢 所以當時這個國民黨黨團為了要解決這個社會大眾的疑慮 我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完全的透明公開 把第二類的名單的這個姓名跟他的職位跟工作內容 然後全部上網公佈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有擔憂的有疑慮的覺得不公平的 都可以上網去看看 他們是不是的確是符合所謂的中央地方的防疫官員 這樣的一個標準 是民進黨當時不敢的 所以民進黨現在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出來說嘴跟辯護 如果你們真的敢 你們就公佈就好了 那如果公佈出來的名單都是藍營的 那麼藍營當然就有事不得操聲 被民眾唾罵一輩子 可是如果公佈出來的不是藍營的呢 到底現在是誰害怕公佈 現在不是國民黨害怕公佈 現在是民進黨不敢公佈 所以到底為什麼不敢公佈 到底在怕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真理就不言自明了 大家心裡頭都清清楚楚 不需要這些人再出來擦枝抹粉粉飾太平了 但是再講一點 就是說我們看到陳時中在記者會當中曾經提到 他說其實中央的這個防疫官員其實並不多啊 我記得在記者會的時候他那個時候提到 不過是1700-1800人 可是我看到這個名單我嚇了一跳 我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前兩個月在追這份名單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已經曝露出來說 光是衛福部的食藥署這個單位 他就打掉了1300多人 1300多人 而且最妙的是整個食藥署 也不過只有600多個員 他操打了700多人 然後後來他解釋說這是700多人 或者是他什麼周圍合作的廠商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約聘人員 可是這已經讓大家起人疑鬥了 各位想一想 光是食藥署就已經打了1300多人 陳時中今天在記者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整個中央官員不夠就1700多人 你信嗎 那疾管局都沒打嗎 疾管署一個人都沒打嗎 衛福部有這麼多單位都沒有打嗎 中央政府有好多單位 可能也是在第一線的 這些人都沒有打嗎 所以我要強調的問題是 在數字上玩這個遊戲 沒有任何意義 然後在名單上刻意放大 某些縣市也沒有任何意義 最簡單的如果大家都不怕 就把名單公佈出來 台灣人民要看清楚的是 現在誰在怕 現在誰在不敢公佈 現在誰在不斷的轉移標焦點 當然是民進黨 是另外呢 某些生命呢 還有一些暴斃的 在這裏 哪輪 在這裏